原标题 徒手攀白米峭壁 英美讲述中国女蜘蛛人是如何练成的 中国民间隐藏的能人意识再次另外没震惊 在贵州山林间 如果你抬头看 可能会发现眼前突然闪过一个人影 这些行走于悬崖峭壁间的人被称为蜘蛛人 他们身轻如燕 不惜带任何工具 却能轻松自如地沿着岩壁上下 闪转腾挪 其中有一个人引起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注意 苗族女子罗登平 蜘蛛人这一角色多数由男性担任 但不服输的罗登平认为男女应该平等 于是成了一名罕见的女蜘蛛人 想知道罗登平的故事吗 快点击视频观看吧 此前 罗登平的摊爬技能周见诸媒体报道 在一处叫燕自动的溶洞内 眼前是与地面几乎成90度直角的百米峭壁 脚下则是莫测深渊 随行记者表示这地理环境光是看看就觉得害怕 可是罗登平毫无确议纵身一跃 没几分钟就徒手爬上了十米高 他熟练的寻找落脚点 时不时轻悦两下淡定的向下方回首 致意连外国专业攀岩者都看呆了 最终在肉眼难以辨别人影的地方 罗登平挥舞起红旗敲响微风锣骨 迎来阵阵喝彩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可在这绝壁上 罗登平下来的速度一样惊人 剧 他介绍自己十五岁的时候就爬上了这一百多米高的峭壁 罗登平的父亲是老一辈蜘蛛人罗发科 四岁时他想跟父亲学习攀岩 但遭到了拒绝 倔强的小罗登平便自己学习 在每天经过的山路上练习攀岩 终于有一天 罗发科认可了女儿的身手 开始亲自传授 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老人的罗发科 攀岩功夫却无人能敌 十几岁时 罗发科就跟随爷爷学习攀岩 到现在门下也有了几名弟子 其他几名蜘蛛人的技能同样令人惊叹 比如55岁的黄小宝 虽然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 右脚力量明显缺失 却仍练就了徒手攀岩的绝 既黄小宝表示脚不行就练手 山里人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路 其他蜘蛛人对他无补叹福 燕子洞岩必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51岁的黄小博 是几名蜘蛛人中攀爬速度最快的一个 有一次王小博和外国攀岩运动员比赛 在对方整理装备的时候 他已经爬上了眼顶 让外国运动员一个劲的竖大拇指 这些蜘蛛人各个身怀绝技 飞檐走壁攀爬自如 在108米的悬崖顶上 他们平均不到20分钟就可以上下一个来回 在现代攀岩运动中 蜘蛛人攀岩属于自由攀岩 与一般的专业攀岩 首先蜘蛛 人不惜待任何保护设备 他们既要考虑如何上去 还得想好怎样下来 而一般的攀岩者只要想办法上去 下来通过神将完成即可 其次 由于环境不同 蜘蛛人技法多变 面对不同的境况能灵活变化动作 不少手法是现代攀岩运动员不曾涉足的 经过长期在石壁上的不断摩擦 这些蜘蛛人的手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他们的身体结构和常人并没有不同之处 却从未有人从岩壁上坠落过 徒手攀岩峭壁是贵州的一项传统 很早以前贵州流行过拳观藏 人们利用天然洞穴或是人公开做山洞 将去世亲人的棺木存放在那里 后来人们同样通过这一技巧来收集燕子粪做肥料 并且采集草药 随着时代变迁 肥料和草药需求量也不像以前那腰大了 蜘蛛人正面临生计问题 索性旅游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希望 社固于旅游公司这几名蜘蛛人成了摊爬表演者 轮流值班每人每天至少攀岩表演两三次 新颖的游客一年达到百余万人次 现在蜘蛛人不用被紧离乡 在家就能糊口还能将贵州的这一宝贵传统展示给世人 罗登平表示自己能掌握这项技能很幸运 生活比以前容易了 黄小宝则表示原本自己根本没有改变贫困生活的可能 而现在不起眼的贪眼竟也成了燕子洞的重要旅游项目 责任编辑张言